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准备了一下 从出道前就非常出名的 九位传奇爱豆们 第一,TUBA2圆君 圆君从练习生时期开始 就以传奇练习生非常出名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进入BHIT的圆君 在公司每个月底举行的月末评价 Facebook Rep三个项目 一直都拿下了所有部门 全体一位的成绩 而有了BHIT传奇练习生的称号 在TUBA2出道后 成员Taehyun也在节目里公开过 圆君仍在月末评价的时候 就算拿过共同第一 也从未拿过第二的成绩 第二,CNBlu穷永娃 穷永娃是韩国尔江论坛的 第一代尔江出身 并且在出道前 就以滑雪场暖男非常出名 就是这张照片 当时经纪公司也是看到这张照片后 派人到釜山去邀请了他 之后最终以CNBlu的主唱出道了 只是看到这张照片 长得太帅去釜山见了他 却没想到连歌都唱得这么好 第三,NCT Taeyoung Taeyoung在18岁的时候被星探发掘进入了SM 因为之前都没有练过舞蹈 所以曾经还被SM的舞蹈老师们说过 这个孩子实在没底子 继续教他也没有用 但是Taeyoung没有因此而放弃 开始疯狂的练习舞蹈 结果在一年六个月之后 Taeyoung成为SM娱乐舞蹈实力最好的练习生之一 而当时教到Taeyoung的舞蹈老师们 现在也是在教别的练习生舞蹈的时候 也常常会提起Taeyoung的故事来激励他们 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 第四,Girls Day Hedy Hedy在出道前就一场戏表现非常出名 成员从今也在节目里公开过 学生时期在街上看到Hedy的男学生们 有一半以上都会来打赏 Hedy自己也公开过 中学时期跟自己交往的别的学校的男生 跟喜欢自己的本校学生 因为自己有动拳头打过架 哎呦 第五,Shubuch Nio Kimi-chan Kimi-chan以婆婆联系生的身份进入SM的时候 因为SM计划的乐队型爱豆团体 跟自己想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拒绝唱公司要他唱的歌 听到这个消息的公司高层 非常生气的让Kimi-chan写了反省书 但是Kimi-chan却在反省书上写了 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既然让我写我就写了 虽然是犯了滔天大罪 但就是因为长得太帅没有被赶出去 不过之后也是因为反抗性非常强 常常不听舞蹈歌唱老师们的话 结果听到这一切的I-Suma 就叫了Kimi-chan对他说 要不演演戏怎么样 就这样Kimi-chan现音演员出道了 之后I-Suma也公开表示过 只要Kimi-chan不犯法 什么都好说 第六,Astro-chan-no 脸蛋天才Ciao-no 当然也是在出道前就非常有名 根据中学同学的证言 Ciao-no在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般人眼中的艺人了 而在练习生时期出演了 陀江湖准备之后 就开始以Hanlin Ngo Khunnam 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最重要的是 Ciao-no不只是颜值高 就连脑子的颜值也是非常高 中学时期拿过全校第三名的成绩 也是做过全校会长的高材社 第七,TWICE-Nion 2010年,Nion以JYP正选赛综合第二的成绩 华丽地进入了JYP娱乐 之后也相继拿下首尔纵货艺术学校的学长商 Sprice Star-San等三贯网 并在出道前就出演了前辈歌手Kaseven Sunny等的MV 以及任天堂校服等的广告 成为JYP娱乐对受期待的练习生 最后再选拔TWICE成员们的节目60 Nion也是以现场投票第一 文字投票第二的成绩 成为TWICE的第一位成员了 第八,Blackpink激素 JYP娱乐里有哪样的话 YG娱乐里就有激素 激素在出道前就以高颜值 拍摄了很多包包校服电子产品的广告 也出演了Epic High High School等的MV 而当时在练习生圈子里 就以YG娱乐那个漂亮的练习生 非常出名了 第九,庞摊松脚胆前后 ChEHOP在出道前就在各种舞蹈大会获胜 而在街舞界以及喜欢跳舞的练习生圈子里 非常出名 成员吉明也在节目中表示过 ChEHOP每次都是以微笑的脸跳舞 还一直都好第一 真的很可怕 所以当时在练习生圈子里 只要有人提到彭泰松脚胆 就能听到有人说 彭泰松脚的是由穹乌炙的那个组合吗 可以想像得到 当时ChEHOP的知名度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